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想要跟赖院长有个诉求 第一个我们反对高铁南远 因为高铁南远他要花900亿 只9分钟从左营到屏东 这个其实说真的是浪费公堂 而且他也会破坏自然利益的景观 还有就是要先解决屏东的猪死胃龙后 我们屏东说真的 现在台塘养猪场没有养 但是我们还有1万多头 这个在屏东县有1万多头的猪 是不时晚上 尤其地气压的时候都会闻到猪臭味 还有空污 我们现在那个PM2.5的你看现在最近都还在吵空污的问题 还有水屋我每天我都跑到河川去做进入 那个河川说真的太污染太严重 而且很多人还在那边钓鱼 然后第二个呢 因为都市计划的变更呢 我们的跨户路 公永路 建民路 柳州街这个屏东市的这个周边的房子要扩签 要扩充道路 然后呢这些都是底层社会的人 在建国市场那边 大家做小生意为生 那你虽然有补助呢 但是也不足以趴到别的地方再买一个一栋房子 前几天这个电力公司才去拆他们家的电宝 都还没有谈好就去要去拆他们家的电表 他说管政府叫他来听 我买来管政府找那个宋先生承办人 那个宋先生说我们这个土地是管政府的土地啊 我们如果没有领钱我们如果没有签名 是怎样我们土地是会变姻的 没非管政府是土地、阿爸或是那种共度 是不是这样 他不是共度 不是那种土地的 我们土地的变姻的 我们如果没有领到钱也没有签名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他们要承办还是执办的 很厉害 来第三就是那个 淡季文职馆万季塞车站 破坏环境跟警官反对肯定转运站 设肯定转运站四千五百万 然后那时候他说我们是坐的是后车厅 然后计划是写转运站要骗政府中央金会四千五百万设一个后车厅 结果那边呢你设一个转运站那边呢 那个地形来讲那个忘记的时候他还是塞车 但是淡季没有人 所以呢肯定的人反对 这个刀具工厂 已经开始动工了在高速泰山 那高速泰山我们大家 我问大家 有没有喝高速泰山的泉水 有 我们都喝高速泰山的泉水 然后呢他说那个工厂在那边排放是零污染了 我跟你讲 检查在检查在给政府检查的时候 他都是合格的 但是呢 没人检查的时候他就排放废水了 第五呢就是那个恒春空情总队呢 硬进驻恒春机场 来解决他们的医疗后送 到现在我们今年的四月去找唐凤 结果呢唐凤跟我说 跟我们说好他要考虑 到现在已经年底了 没消没死 希望这次赖院长呢 给我们重视这个 这个恒春空情总队的这个 进驻恒春机的这个议题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站在这边 因为我们的赖神 赖清德院长要下来 我们在之前曾经多次的 向屏東县长 他妈妈澄清 要求他妈妈重视屏東的破建案 要求他妈妈重视 环境生态的污染的问题 高速箱设厂之后 对我们的水源保护区 会造成多大的生态的浩劫 以及水资源的污染 但是这个政府 一而再再而三的 孤世民意 一意孤行 我们今天别无他法 选择在这边 向院长发出我们的怒吼 因为我们本来是在冰冬市 住了六七十年 为了这个铁路高架化 我的今天的诉求 他做了五年多高架 我记得说我们的好时机过来 结果我是吃头三分 大家就是 心精胆胶的生活 头鱼在我老头前 一直忽来忽去 我都没给他遗漏 我待会你们拿消息给你看 真的是五年多来 铁路高架化之后 商业来了 官商勾结 为什么要官商勾结 在冰冬里面我做行李吗 因为哪有外国人来做行李吗 我真的在弱势吗 真的 我们真的很无奈 我做无奈 我大家都在做 大家都去到台阵部 去到台阵部做 没有人要插完 我只要来 五年我做好而已 冰冬市有多一点人口吗 没有 那不是我官府入海的 也不是啊 冰冬市人口本来就是老化的 老化的他一直骗我们 所以做商业清 高架做好了 用破签 一定要破签我们 为什么 冰冬人 我做一个小生理而已 大家都做一个小生理 一双生化的理順而已 真的 但是我们都在帮手 都在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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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在帮手 心真胆胎 尤其在做高架的时候 说这个 他的高架在弄多少钱 我们都在帮手 都在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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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叫我去住天上榜 这叫安居乐业吗 这个叫安居乐业吗 我们真的很辛苦 真的 因为人口没太多 路面开到这样 我们都能真的做五名的田 有高架化 为什么还要这样 获宽为民 获宽为民 结果是要做最麾umin 喂 任務長他為什麼不出來 什麼叫居住正義 什麼叫居住正義 他後來出來講清楚 什麼叫居住正義 那麼多的非法地下工廠 那麼多的非法地下工廠 他為什麼不讓他 不把他牽出去 為什麼人家居民住在那邊 五六十年了 他要破牽 這叫做什麼正義 這就是民進黨的作為嗎 這就是你們所謂的正義嗎 今天我們在這個地方 請黃建家出來接 這是瞧不起我們嗎 大演員長不是已經來了嗎 他不是要傾聽民意嗎 他為什麼不出來 他不會說在裡面做什麼 就高鐵難言不斷話 因為他現在都還在評估當中 路線的那個話都還在評估當中 等路線跟站址確定出來之後 我想我們會再依這樣子的路線 會跟附近的居民的話 來做充分的溝通 也會表達屏東需要高鐵難言到屏東這樣的事情 另外一個再繼續補充一點 當所謂的屏東的商業就業率不高 從現場上任以來的時候 到目前為止 已經爭取投資超過五百億以上 而且創造三千個以上的工作機會 全台灣最大全世界最大的跑車的鋼圈 小新也是上次三位公司 也都已經在屏東確定已經涉及在 我想努力的爭取商業投資 是現場商人以來一直很努力的一個目標站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公永路的部分的話 到公永路目前為止 他相對的徵收 現在不是依照目前中央相關的徵收 常辦法來做徵收 而且有一些民眾也在提起行政術院 那行政術院的結果已經非常清楚 簽政府會依照中央任何的 國際補償的條例來做努力 也在地方開過說明會